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1日 又是平安的一天 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376集 今天没地震 大家都很平安 其实平常如果你不害人 不骗人 不做缺德事 不管遇到地震或遇到打雷 你根本不用怕 脑天不会随便抓人走的 会被抓走的人 都是他的时间到了 或者缺德事干太多 要提早被抓走 像我9月17日 在花莲饭店的八楼 遇到6.4强症 摇晃得很厉害 9月18日在台东复理 遇到6.8强症 当时我正在拍影片 战都战不武 我当下都在想 我在银行那么多年 没害过人 也没坑杀过客户 应该不会有事吧 如果你心里是坦荡荡的 你就很自在 真正遇到灾难来的时候 你就不会恐慌 现在是上午11点05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昨天美股收盘 道琼跌313点 NASDA跌109点 目前台股跌70点 美股旗子是小涨的 台币又继续扁 来到31.41了 很多银行正准备要募集新商品 我觉得银行员很悲哀 客户很可怜 客户走进银行 到底要被剖几成皮 才会被放过 幸好我已经脱离那个圈子了 不然我也会被逼着去干那种缺德事 大家都保重了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下集结订 下集结订 感谢观看